美国总统川普重启贸易战 中共官方在严禁讨论该话题中 突然爆出山西吕良原副市长张忠生 二审维持死刑判决的消息 希望民众津津乐道 将目光转移到这一杀人事件 不过习近平上台8年来 首次以受贿罪开杀戒 张忠生恐怕也是唯一 而没有找到的赃款三立月圆 也许永远沉迷 张忠生在中共官场只是一个副厅级官员 在煤炭大省山西中阳县 吕良地区用了16年的时间 却连了10.4亿余元财富 这期间张忠生已经获得了 吕良头号官罢 吕良教父的称号 但在一档专制中 他照样横行 大陆媒体披露 山西119个县市区 2015年财政收入最少的是3000 1300万 排在后9位的9个县都是贫困县 他们的财政收入加在一起为6.07亿 2003年 张忠生从中阳县委书记职位上离任时 有人深夜在他家门口 悄悄摆放花圈为其欢送 还有很多百姓自发 放鞭炮庆祝 比过年还热闹 但张忠生还是坐握了10年 最终摊得10.4亿元人民币 对于张忠生的受案金额 外界是认同的 但案件从审理到二审判决 竟然花费了5年时间 超过大多数贪腐官员的审案时间 2014年 中纪委亲自动手 带走张忠生进行调查 2018年3月28日 山西省林粉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 以受贿罪对张忠生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储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根据判决书 张忠生在18级受贿犯罪史实中 有两级受贿犯罪数额 均在2亿元以上 还主动向他人所贿8868万余元 且案发后尚有赃款3亿元未退缴 犯罪情节特别严重 其实 中共十八大后 习近平网开一面 还没有对涉案上议的腐败官员处以急刑 2016年11月11日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厅长 内蒙区政府副主席赵黎炳 一审被判处死刑 2017年5月26日被执行死刑 但赵黎炳是因杀人罪被处死 2015年2月3日 楼底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彭属 胡浩龙等四人贪会案 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原副总经理彭属 湖南省高广投资公司原总经理胡浩龙 被判死刑 彭属 胡浩龙两人受贿金额分别达1.88亿 1.7亿元 彭属 胡浩龙提起上诉 2016年11月2日 湖南高院二审开庭审理此案 直至2018年12月宣判 耗时两年 最后在高层指示下 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 理由是受贿罪的量刑 实际上这也给以后的 涉案薪额超过1亿元的中共高官 给出了不杀的案例 而在早前的2008年10月24日 原苏州市副市长江仁杰 被南京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 江仁杰不服 向江苏省高级法院提出上诉 2011年3月31日 江仁杰受贿案二审公开宣判 江苏高院驳回江仁杰的上诉 维持原判 并依法报警最高法院核准 2011年7月19日 江仁杰与原杭州市副市长旭麦勇 同日上午被执行死刑 江仁杰受贿1.08亿 旭麦勇涉案金额2.69亿元 由此看来 18大以后的贪官 大概应当感谢习近平不杀之恩 这样让更多的贪官可以抱着矫情心理 此外 贪腐失忆元处死刑 恐怕也是一个新的潜规则